现代人可怜了 小时候没人瞧 普遍都有严重的习气 这个习气是浮躁 心浮气躁 他的心定不下来 欲望太多 心浮气躁 这就麻烦大了 慎心学问 要心平气火 心浮气躁 是决定学不到的 天天学 学一辈子都学不到 那怎么办呢 放下就想到 你要真正相信佛菩萨 真正相信祖师的话 你就有救 祖师的话叫我什么 叫我 夜门深入 尝试宣秀 夜门深入 深到什么程度 深到三美先前 智慧开启 这才能如法了 要知道 夜门深入 不是这里背书 你可不能把方向目标 可错了 不是背书 是什么 是消除妄想 收妄想而已 就是收心 孟子也是这个说法 孟夫子说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求找回来 放在外面的心 就是胡思乱想 把这个东西收回来 这叫学问 换句话 真正学问表现什么 清新寡语 没有欲望 没有喜求 就是佛法里讲的 三论提供 真学问 真学问是自性里的本有 不是在外求来 外面求来的 全是知识 知识跟智慧 完全不相同 这不能不知道 学佛是求智慧 不是求知识 用求知识那套方法来学佛 你就全错了 你所得到的 是佛法的知识 你所成就的 是专家学者 这是世间人 断烦恼 消业障 这三妹 陈智慧 与你毫不相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